其实我很理解就是国内的这种审查的电影的电视剧的审查制度 我也尊重我也挺开心的 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播哪个版本对我来说不重要 重要的是观众能真正看到这部戏能喜欢这部戏 然后能跟着我妹娘的这个人物哭跟着她笑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一部戏的成功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要简简单单的看到她 她的这个外形的东西 有没有多么的吸引眼球 其实我觉得这有的时候并不是最重要的 特别是对于一个大型的戏剧来说 我觉得人物的张力 然后角色跟角色之间的关系 然后故事的推动力 就是我希望她还是可以一直牵着观众在这个剧情里面走 可能不是仅仅简单的只是看她的造型 只是看她的衣服 只是看她的其他的东西 那我觉得戏好看 观众喜欢看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满足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这个对我来说更重要 而且其实如果今天因为我是明天下午会离开台北 对然后我可以约约朋友可以聊聊天 然后可以去吃吃小吃 如果晚上有空的话 我可能会去买个小吃回到房间 看看台湾的这个版本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 还不知道 对现在播到这个 目标的这个很巧 对 就到台湾了 对 还是还是一个我觉得 她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演员吧 人品非常好 对合作起来非常非常的严重 而且她是一个很仗义的人 有英雄主义 所以对于我来说她很适合李牧的这个角色 然后我觉得她诠释的也很好 因为在她的 在这个国内的版本播出的时候 在莫哥哥这个最后结尾的部分 应该是第一批观众哭得最厉害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她的表演很出色 然后观众很喜欢她 好 谢谢 我们在这边 左手边这边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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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